第十位 李小龙李小龙 原名李振藩 诗诚艳文 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 土基中国广东省福山市顺德区举安镇 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 武术技机家 武术哲学家 MMA之父 武术宗师 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杰权道创始人 他是中国功夫走出国门的第一人 第九位 霍元甲霍元甲 天津市西清区 京武镇小南河村人 爱国武术家 民宗全第七代传人 1909年扬明上海 并创办了京武体育会 培养了大批武术人才 为强健国民体制 传承武术文化 做出了突出光纤 京武器与会士乙教授 弘扬中华武术 培养革命力量 为主要活动和任务的群众性武术团体 也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历史最悠久 成立最早并有深远影响的民间体育团体 京武体育会议体制 得三星会及和三星会会为标记 代表京武体育会议体制 得三语为中止 倡导爱国 修身 正义 助人 强国 强民 强身 乃文乃武的京武精神 发扬中华文化 寓教于体的理念 第八位 叶文叶文 祖籍广东省南海县桑园 是当地大少爷 在香港盛师体返学院读书 学识渊博 永春师成陈华顺 梁碧 为永春权体系的开宗力派人 叶文于五十年代 开始在香港教授广东人永春权 其丰门弟子梁景 将永春权传扬国际 更通过其子弟在全球的广泛传扬 形成出一套最权威的中国传统武术 实战休息课程 两挺永春 为此赞誉全球 现于永春时代 VTAMS传播 第七位 黄飞鸿 黄飞鸿 原名黄西祥 自达云 浩飞鸿 又名飞鸿 生于福山市南海县 原籍南海县西桥岭西路州村 黄飞鸿是清朝末年的红泉大师 岭南武术界一代宗史 也是为济世为怀 就死扶伤的著名中医 黄飞鸿对鸿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整理 并以飞鸿鸿成 采高精 五狼八挂滚 无银瑶等绝技文明 现传下的要拳术套路有公字符虎拳 虎鹤双行拳 铁线拳 五行拳 主要器械套路有五狼八挂滚 子母刀 单刀 飞鸿 行者棒 姚家大爬 行一销 挑掌 他武艺高强且崇尚武德 推上习武德为先 从不誓强凌弱 坚持以德服人 第六位 郭云申 郭云申 名誉申 是河北申建马庄人 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武术名家 郭云申又年习练拳术 后拜能燃先生为师 昼夜练习数十年 申得行一拳之精益 郭云申后来练就绝技半步崩拳 以半步崩拳打遍天下而著称 郭云申文武双拳 不仅拳法独步一识 又熟练兵书 对行一拳理论 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一注有能说行一拳经一术 对行一拳理论的论述 其要点如下 行一拳有三层道理 有三步功夫 三种练法 三层道理是 一练精化气 二练气化神 三练神还需 三步功夫是 一骨 二银金 三一水 三种练法是 明晋 暗晋 华晋 第五位 董海川 董海川是武术家 生于清代嘉庆年节 原名董林奎 清朝和北省廊坊是文安县朱家务村人 他一般被认为是八卦掌权术的创始人和主要传播者 董祖师所传掌是今后人负担毅力 定八卦和五行加添招数 代代相传 遍布各地 形成武术一大门派 同祖师 因财师教 各受奇迹 为后来八卦掌形成不同风格奠定了基础 也为八卦掌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第四位 杨露禅 杨露禅 直立省广平府人 杨是太极拳创始人 杨露禅师从河南温县陈家沟陈长兴 学成后回永年县 玉居泰和唐药店 以授权为生 杨露禅在张家比武一世传开后 许多武术名家都远到来和杨露禅比武 华北各省的名家无论各门各派 皆非敌手 因此威震京城 事称杨无敌 第三位 李锦林 李锦林自方臣 方林 号广古川 清末直立早强 金河北省早强建人 近代武术大师 军师将领 武当剑术传人 人称武当剑先 山东国术馆创始人 1926年 李锦林到上海后 积极奔走忽略 要吸血东亚并敷之之辱 提倡全民国术化 国术能强身强国强重强足 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且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 对此种顺水推舟 一举两得之事 蒋介石乐意为之 于是有了中央 国术馆的建立 以及随后浙江国术游义大会的召开 第二位 李书文 李书文 南 汉族 自同臣 河北苍州 阎山县 王南梁村人 一生为人光明磊落 极恶如仇 他以登风造极的经济纯功 朕邪恶 欲外武 以武扬威 欲满海内外 更因其枪法 权术天下无双 而得刚权无二达 神枪李书文之美誉 第一位 孙露堂 孙露堂名副权 自露堂 晚号寒斋 别号活猴 河北顺平县北官人 孙氏太极拳 即孙门武学创始人 中国近代著名武术家 在近代武林中素有武圣 武神 万能手 虎头少宝 天下第一手之称 孙露堂身通皇老 医学 丹经 并博学百家 习武修文代有天手 功能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 与武际于一体 提出权与道合的武学思想 并以此为指导完成行义 八卦 太极三权合一的理论和修为体系 自1915年至1932年 孙露堂前后撰写出行义权学 八卦权学 太极权学 权艺术真 八卦剑学 八卦枪学 弄权术内外家之别 详术行义 八卦 太极之原理等重要专著和文章 影响极为深远 孙露堂通透行义 八卦 太极三门全处之阵地 而且于内宫修养 典学 清宫 墙 建筑意 其人绝境 披靡于内 识人评曰 孙露堂武功已知一呼添礼 披大戏 到大窜 神会之游认的武学最高境地 为当时武术界之领袖人物 清一 八卦名家张照东 晚年对有人约 以一声所识 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 为孙露堂一人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